中共的聯合利劍演習逼到底所謂何來 我們大家看到包括國際之間 或者是我們一般的看法是 可能是回應賴清德總統在國際演說的 一個兩國論或新兩國論 那吳釗燮講說 中國無視國際都看在眼裡 我們有釋出很多善意 你怎麼都無視呢 那民眾黨也有一個正式的新聞稿說 要賴清德說明如何因應中共的軍演 你要講清楚不要只是譴責 不要耍嘴皮用祖國宣誓 這個在國慶晚會當天的祖國說 他們認為是耍嘴皮子 那民進黨應該檢討為何讓國安受威脅 這是來自於中國國民黨的一個評論 那黃國昌也講 你中共憑什麼對台灣發動軍事演習 你憑什麼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對愛根本不理你 他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前兩天有發布一個影片 說整個帶彈 這是來自於對岸解放軍的新影片 那最後一個字 整個帶彈的彈 還把我們台灣給圍起來 來看看 展現中共海陸空擊火箭軍多種武器裝備 包括各式登陸艦艇 解放軍東部戰區釋出長一分鐘的宣傳片 最後一幕甚至放上整個帶彈四個大字 彈字還將台灣整個包住 現在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也發表評論 指出賴清德新兩國論 借殼上市台獨危害台海和平 文中寫到台獨意味著戰爭 台獨工作者就是戰爭製造者 而大陸商業部12號更宣稱 將依據針對台灣貿易壁壘調查結論 研究採取進一步經濟措施 難道見指ECFA早收項目 恐怕全面終止 畢竟大陸在今年1月就已經預告 可能終止ECFA早收清單 包括對台農於機械汽車零配件 關稅減讓措施 對於大陸揚言 對台貿易壁壘採取報復措施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長調 表達嚴正抗議 呼籲中方立即停止對台經濟脅迫 和政治操弄 國信號大陸對台文攻武嚇 看來更頻繁 除了軍事上面的壓力 我們看到在經貿上面 ECFA他可能也會在後頭 更加來緊縮我們 那我們看到賴清德總統 在臉書上面貼出了一張照片 某種程度他可能也要安定民心 他說我們今天一早 就找了這麼多人 來開國安的高層會議 所以我會致力維護台海的 和平穩定 希望兩岸對等尊嚴 健康有序的對話交流 這是我們一貫堅持 和不變的態度 這是賴清德在他的臉書上 做的宣誓 可是對岸買不買單呢 看起來文攻和武嚇 在對方的黨媒 我們看到像這樣子的漫畫 也出來了 包括一個台獨的瓮 然後一根管子 到了一個新的瓶子裡頭 他在說的是賴清德總統 新兩國論 把獨酒變成新兩國論 那解放軍說 這是解放軍報 他說繼續宣揚 台獨將帶來深重的災難 來看看這個包括 各種的文攻文嚇都來了 台灣民眾不怕 那作為執政黨 好像看起來也沒有其他的招了 基本上我們看到現在的 府院黨跟國安高層會議 現在露出的資料 全部都在作文比賽 沒有看到實質的做法 每一個人都在防衛台灣 每一個人都在做這個影片 那叫AI做就好了 為什麼要你開這麼多的高層會議 所以我今天特別總結三個層次 第一個 到底這個聯合利劍 跟賴清德的講話有什麼相關 第二個 重點是 到底中共這個聯合利劍 他目標是什麼 他要幹嘛 最後一個是我們到底 現在做了什麼努力 那我們看到在5月的時候 2024年的A 就代表你有B 就大陸在5月已經暗示你了 所以今天的賴清德講話 只是一個藉口 如果今天沒有賴清德 這些祖國論的講話 他還是會實行 而我覺得他回應這個賴清德 要看接下來兩天到三天 他聯合利劍的強度到哪裡 如果真的是高於2024A 基本上有可能就直接針對 賴清德的祖國論 他表達他的情緒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觀看點 第二個 我覺得說 在整個的過程中 你很明顯 聯合利劍 剛才委員不是講嗎 King soul 那就是對著美日去的 對著美日去的部分 當然就是這次預期的結果 所以你應該要細節去看軍演 到底今天2024B多了什麼 你看到這一次的實際演習區 是縮小的 他多在哪裡 他多在我們的西邊的中邊 就是他直接要針對 清泉岡機場的封鎖 這一次主要多的 就是清泉岡機場的封鎖 再來你去把2024A跟2024B 疊在一起 你會發現他在幹嘛 你會發現整個共軍 他可能的登陸點 我們講到船隻的聚集 跟空中的打擊你就抓到了 這還包含什麼 包含我們桃園機場 包含我們高雄港 包含現在18個海灘中間的 13個紅色警戒 基本上你就可以抓到一個重點 所以剛才外美林委員 提到一個重點是 接下來包括我們現在的 基隆嶼跟台中的港口 都被封鎖起來了 我們的補給怎麼做 你把整個陸海空 這一次的重疊起來 台灣被包起來了 請問你怎麼突破這個封鎖 所以我覺得今天很多來賓 大家提到了海警的部分 我說真的 今天海警船今天出現在東邊 如果以航程來講 他昨天晚上就要拖了 我就問國防部有沒有掌握 你為什麼不跟國人 國人昨天就已經 你應該昨天晚上 就應該國人宣布說 到底中國的海警船他出發了 然後你有沒有精準的 這個掌控他的航機 為什麼今天突然在東邊 發現 發生這個中國海警船出現 我覺得這是國防部要講的 第二個我們剛才講說 到底中國大陸要做什麼 基本上你要講說 中國大陸要發起個戰爭 說真的也很難 可是他把每一年的A B 甚至有C 他做的這樣子的一個巡演 你就知道 以後海峽中線以東 他有管轄的事實了 他根本不用戰爭 因為你一直巡演 一直巡演 請問我不能到達這個海峽 我們這個台灣的東邊嗎 他說當然可以 所以當這個巡演 成為既定的事實 就是他想要計歲的目標 所以我覺得綜合來看 現在的包括這個國安會議 還有邱毅人 不是大內嗎 然後大家去參加 結果出來的結論是 我們要防衛台灣 我們要做好作戰的準備 這個大陸不要做文攻武嚇 這些作文比賽 我叫ChairGP寫還比較快 現在還可以做圖跟做影片 所以這是國人想看到的 國安高層會議的結論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聯合利劍 他們的文攻武嚇不害怕 害怕的是 我們的國安高層的準備 對外的發布的資訊 竟然是如此不堪 可是接下來可能還有會讓大家 更害怕的是經濟的挑戰 因為現在ECFA的 早收清單的項目 現在國台辦也說了 國台辦說 一切的責任都在我們台灣這一邊 他強烈的支持 中國大陸商務部 預告要對台灣的經貿出招 可能更多的項目要終止了 其實我覺得ECFA的早收清單 大概它最後還能夠留下來的 我覺得絕大多數應該都很難了 我相信相關的業者其實心裡頭都已經有準備了 該去做的一些分散都已經做了分散 來不及的其實也只能來不及了 所以前一陣子 當然記憶部他一定會跟你講說 金額很小在我們的比例很低 可是你沒有去思考的是 比例很小在我們總金額很低 但是對於那個產業來講 它的影響是大的 我們現在台灣 我昨天還在跟朋友聊天說 台灣的經濟是長短腳走路 我們的一隻腳 越來越長越來越長就半導體 半導體在我們出口的比重 原本大概三成多 後來到四成多 現在我看到最新的統計 我去算了一下六成多 所以我們剩下來的其他的傳統產業 那個是一直在萎縮一直在萎縮的 所以這邊的半導體遮掩了 就是讓台灣覺得一切的繁榮 可是問題是 半導體的從業人員有多少 剩下來的從業人員 他們的前景又如何 他們的未來又如何 我覺得這一點是 我們在口頭上告訴大家說 不要怕不要怕的同時 其實它有很多的產業 那個萎縮的情況 是我們大家反而在 半導體的繁榮當中看不到的 但我們剛剛講說 今天我們其實應對這件事情 是要看台灣的韌性是如何 剛剛講裝備 還有講經濟 在國際上面 很多人會覺得說 像比如說吳釗先生 他們就會覺得說 國際上面都站在台灣這一邊 你知道國際上面 都在譴責大陸如何如何如何 我就請各位看兩個指標 第一個 你覺得英國的外相還會不會去訪問北京 他為了要去訪問北京 拒絕了蔡英文去倫敦 你認為他會不會去北京訪問 也很希望我告訴各位 他還是照上去 第二個部分 上個禮拜其實美國媒體已經在宣傳說 拜登跟習近平即將通電話 你認為拜登跟習近平會不會通電話 他們一定通電話 所以國際上面跟大陸的往來這件事情 他不會因為台灣這邊的緊張 而有所改變 這是我們必須認清的現實 我最後提一個任性 今天是在演習 我在想說台電是也在跟我們搞演習嗎 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點是4點鐘 反正我就隨時在看台電的官網 你知道我們 因為這個時間點已經不是發電高峰期了 已經不是用電 不是那麼熱的天氣 所以有很多的機組已經在稅修 檢修 或者限制環保運作 因為10月之後 其實都是空氣污染的高峰期 所以我們就會有很多高碳排的發電 然後都已經暫時的先讓它減量 結果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 居然有三個機組同時故障 一個是林口三號機 另外一個是星桃一號機 這是明明的 林口是台電的 星桃一號機跟嘉惠二號機 三個機組同時故障 所以各位你知道我在這個時間點 我同時看到的訊息是 台電內部現在已經發出了虛量禁價 什麼意思 去跟民間公司拜託拜託 你們少用一點電 或者你們自己用你們的 柴油發電機去發電 然後把多出來的 就是你預備不要用的電 然後賣給台電 不是說他們發了電給台電 而是你本來預計 台電該給我的電 我不用 你就要付給我錢 你就要付給我錢 這就叫做虛量禁價 其實我們在今年初的時候 曾經一度虛量禁價 叫到一度12塊錢 難怪台電會虧損累累 現在下午3點多 就開始下令虛量禁價 你就知道 我不知道這個叫做 什麼樣子的韌性台灣 我們可以在 大陸演習的時候 我們的台電 可以有這種狀況 大陸演習的時候 那邊有這種狀況 你去避免 你覺得我怎樣 這就不人 你會有這種狀況 這個狀況 都在 阿爾 你 我